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很久很久很遥远的古代 上帝经常来到人间 看看人们生活的情况 有一次天已经非常非常晚了 上帝又饿又累 还没有找到可以住的地方 然后上帝就看到有两栋树立在路旁边的房子 他认真地看一看 右边这一栋又高又大 外面还有装饰着动物的雕像 房子外面还有一条护城河 看起来非常的气派 另外这一栋看起来又矮又小 又旧旧的 上帝心里想 住在大房子里的一定是一个有钱人 而住在小房子的一定是一个比较穷困的人 上帝看着看着想着想着 他决定 如果我住到富人的家里 应该是不会增加他多少的负担 于是上帝就走上前去敲敲门 这时正在数前的财主听到有人敲门 不耐烦地推开窗户问道 三更半夜敲门 你想干什么呀 上帝有礼貌地说 不好意思 打扰您了 我正想借住一个晚上 不知道方不方便 财主的眼睛在装扮成老人的上帝身上 转着圈打凉着 眼前这位老人衣着太普通了 一看就不是有钱人 身上也没有带什么珠宝 首饰 帮助这个人应该得不到什么好处吧 于是有钱人摇了摇头说道 我的屋子里堆满了种子 还有药草 没地方让你住了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住吧 说完 有钱人就迅速地把窗子关上了 嘴里还嘟咚着 想得倒是挺美 要是每个人都这样来我这里找住处 恐怕没多久 我就得破产了吧 上帝转身离开了财主的家 他走到对面的小房子前面 一样轻轻地敲敲门 这家的主人打开了门 热情地邀请上帝走进去 那个我想借宿一晚 上帝还没有说完 穷主人就打断了他的话 今晚你就住在这吧 房子虽然旧了点 但还暖和 穷人的老婆也走上前来嘘寒问暖 表示欢迎 女主人很快地把马铃薯放在火上烤了起来 又迅速地去挤羊奶 没多久 上帝就和穷人夫妇像一家人一样 围在桌子旁边坐了下来 虽然没有非常好吃的饭菜 可是大家都感到非常开心 到了要上床睡觉的时间 穷人的妻子把他的丈夫悄悄地叫到一旁说 今天晚上我们自己铺些稻草当床吧 让疲惫的老人在我们的床上好好的睡一觉 他一定很累了 好呀 我也是这样想的 丈夫答道 上帝不肯睡在他们的床上 可是不管上帝老人如何地拒绝 这对夫妻坚持让上帝睡在他们的床上 穷人夫妻自己在地上铺了一些稻草 睡在上面 第二天早上 穷人夫妻起了一个大早 他们拿出家里仅存不多的食物 为上帝老人做了一顿早餐 上帝老人又和他们一起吃了早餐后 就准备启程了 上帝走到门口 回头望着热情相送的穷人夫妻 说道 你们的心底善良 应该有好运气 你们许三个愿望吧 小女孩听到了皇后上帽的脚步声 小女孩便把那三个仿佛女藏起来 而让皇后看看已经访好了莎 皇后看了以后非常的满意 接着她点点头对她赞赏不绝 假如能有足够的面包吃 接着开始是第二间 最后第三间的妈也被访完了 三个女人于是向女孩道别 他们说 对穷人说的话 难道你们不想要移动自己的新房子吗 我太想要移动属于自己的新房子了 说完以后 如果真的能那样那就太好了 小女孩带着皇后 就能够幸福美满的过一生了 还有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纱线 皇后看了非常的满意 她跟小女孩说 我决定就把你嫁给我的大儿子了 老人再次向他们表示祝福之后 就离开了 皇后准备着婚礼的事情 皇后准备着婚礼的时候 王子知道以后也非常地高兴 她从窗户对外忘了过去 对老婆大脚的妻子 非常的幸福 怎么可能 你还说 昨天晚上还是个快倒的小房子 他们对我非常非常地好 在我自己最幸福的时候 老婆 你赶快过去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要请他们赶快跑到穷人的大房子 去打听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并且让他们和我们 在同一张桌子上要发生的一切 婚礼的老婆 眼头同意了 婚礼开始了 三个仿杀女 才主跺着脚 喊道 我怎么那么笨 新娘马上走上去迎接他们 亲爱的三位表姐 欢迎你们来参加我的婚礼 三个女人坐下来以后 想在这里住一个晚上 可是我竟然 我竟然 你的几个表姐 怎么都是扯怪啊 接着 笨蛋 别在这里后悔 快点 才主的老婆说着 你的脚怎么长得这么大呢 或许你还能赶伤她 想办法让她也帮助你 实现三个愿望 才主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新郎点点头 又走到第二个女人的身旁 问道 没多久 你的嘴唇怎么会拉长 她笑容满面的向上帝道歉 接着 才主说道 如果你还回来经过这里的话 你让我好好的款待您吧 这样啊 好呀 王子又走到第三个女人的身边 如果我在路过这里 怎么会这么宽那里去住 才主紧追的问 慈祥的老先生 我可以先跟我的邻居一样 许三个愿望吗 王子听完这三个女人的回答 不仅吓了一大跳 上帝答道 于是王子说 你回家去吧 从今天起 我绝不准我的美丽新娘 再到家 这些都会变成真的 就这样 这个幸运的女孩 再也不用仿杀了 她得意的骑着马 想着 她到底该许些什么愿望呢 不知不觉中 大部分的童话故事都会说这个女生 又白又漂亮又瘦又瘦又瘦 搅乱了她的思绪 运运不好 财主根本没有办法认真思考 她用力地拍着马的脖子说 马一年 可是 马又开始狂奔了起来 把财主给喜怒了 她气急败坏的大声喊吼 大英姐姐觉得 虽然她很懒惰 不愿意做这些事情 那才刚说完 但是呢 她是个手心的人哦 而那匹马 也倒在地上死了 还有缺点 等到妇人爬起来一个 缩小自己的缺点 马的脖子 断了 原来 她的第一个愿望 就这样实现了 妇人后悔极了 真的要请了三个表姐来参加她的婚礼 财主以后 她就把马安丢掉 于是 她就把马安卸了下来 躺在肩膀上 明天晚上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辛苦地往家的方向走去 我还有两个愿望没实现呢 我得好好想一想 她安慰自己 中午的太阳跟火炉一样地热 马安的重量 又压得肩膀直发疼 妇人有太多太多的愿望了 她想得脑袋都痛了 她又累又渴 突然 她想到 老婆这时候待在屋里 多凉爽呀 说不定 老婆正在吃什么好东西呢 这么一想 财主又生气了起来 脱口说出 真希望她坐在这马安上 下不来 不用我一路上老扛着她了 她话才说完 肩上的马安就不翼而飞了 财主明白 她的第二个愿望也实现了 财主感到相当的懊恼 一下子觉得更热了 财主因为少了马安 又很焦急 便奔跑了起来 想要快点回到家里 好好地想想 她的最后一个愿望 到底要怎么使用比较好呢 财主上气不接下气地打开房门 却看见她老婆 正骑在房间中的马安上 哭得好伤心啊 因为她怎么样都下不来 财主无奈 只好违背心意地许了第三个愿望 就是让她的老婆 从马安上面下来 这个愿望立即实现了 财主折腾了一番 除了损失了她的马 得到了无尽的烦恼 疲惫 羞辱 三个愿望也被用掉了 什么也没有得到 故事里的穷人 虽然没有很多的食物 但是她愿意跟别人分享 热情的招待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她就真的因为她的善良 而变成富有的人 而故事里的富人 虽然很有钱 但她不愿意帮助别人 而且贪心 自私 不懂得知足 最后不但没有得到 很多很多的财宝 还把自己原本有的东西 都弄丢了呢 这样的人真的幸福快乐吗 那今天的故事 就说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喜欢我们的故事 记得订阅分享 也可以给我们加油打气哦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